好,这边获得一些信息 就说这个杀人凶手呢 有可能是那个30级那个胖子 或者103那个人 无线电,这是什么 那敢无线电窃听器 用来偷听警察对话的 你从哪里弄的 我们改天说 不过呢,让我想到个好主意 说不定我们可以 谎报引来警察 让你有兴趣溜进403 或许你可以找到一些 他们没有留意的证据和那个探员啊 已经算了一会了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 跟你开开玩笑而已 我会加入了 反正我早就想看看那个房间 那打算怎么做呢 我会报警 说有银行抢劫案 歹徒劫持人质 这样一定会把这类警察全部叫走 我想在他们发现 是虚报之前争取一点时间 你先到楼上去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在这期间 用我的专用对讲机联络吧 这样警察回来时 你也可以通 我也可以通知一下 听上去应该可行 也许说成是劫持 持枪劫持加油站 或是要房吧 比抢银行有说服力的多 拿去回到家里 准备好就通知我 那按社会的键跟我通话 OK 那我这边就可以去 画 我喜欢你的画那是我的嗜好 之后的话 可听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去 去那个胖家潜入了 这样这样这样 先先离开 先离开 他说返回家里和他对话 那这边就返回我们自己的家里 然后等他通知 打电话之后 我们这边去 去那个啥 去403者看看东西 先返回到家 好 那现在的话 我们已经是来到我们家里 怎么办呢 开始打电话 Q键把之前的那个 对讲机 使用一下 打开 Larry给我的对讲机 按Shift键 与他对话 然后 难道是这样 Shift 哦这样就可以了 哦在外面 好 我在家里了 好吧 要开始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 等一下 哦这样啊 好搞定 我听到上面有点动静 我想成功了 看看能不能先 6703 哎搞定了 就是已经这里 已经把警察吸引开 那之前那边查是啥 好的 警察成功吸引开 潜入 我去什么鬼啊 解释 有几张破烂的茶几 还有点书 有重要的东西吗 我看只是对杂物而已 好的 再找找看 一定有些什么呢 好 请深夜这里站 有些小的模型 似乎少了一个 这个位置没有血迹 嗯 就是这个 不知道怎么抓到它了 你看那里 然后到地下室了 哎 嗯 这抓到模型 就发现了吗 桑德山太太和他 查理都在收集那些怪玩 还超级狂热的 桑德山太太 有个限定版什么的 但我帮他维修厕所时 他跟我提起了 也办 我打赌查理忍不住偷了他 说实话 要是他为了这个 跟他吵起来 我也不会惊讶的 那家伙老使我 起鸡皮疙瘩 他让我人很不安对吧 我太疯狂了 绝对要抓住那个家伙 我们不可以 跟杀人凶手在一起啊 就是啊 所以你要去查理家 看看能不能找到 那个玩具 等一下 又是我 我溜进403了 哎 这个 这个小哥好怂 Larry好怂啊 他自己不敢去 然后老让我们自己 让我们去探路 查理不喜欢我 不会让我进去的 他污蔑我偷他的零食 零食S胖呢 算了好吧 我去 不然我会睡不着的 好 靠你的C列 呃 袋子拿去 这用这个把玩具包起来 不要赤手碰到 为什么我总觉得 你以前好像做过 类似的事情呢 呵呵呵 没有啦 我电视看的太多了 好 这边给了一个 袋子 可以用来放X里的 小马玩具的塑料袋子 哦 少了个模型 然后我那边的话 现在就需要把这个 把那东西再偷出来 好 返回客厅 然后 直接去那个胖家 胖家是30级 我记得是 好 直接去三楼 不对 应该是 二楼 还是任务啊 在204取得 X里的玩具 果然是二楼 查看 沉醉在我美妙的 闪亮小马 珍藏中 收集全套 可是人生一大成就 啊 这个胖家还在说我 记着 眼看 手不动哦 闪亮小马是什么 我去 这个表情是什么鬼啊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好诡异啊 我的天 小朋友 你没有看过 闪亮小马 彩虹传奇 那个电视 史上最精彩的节目啊 剧情动作 爱情笑料 应有尽有 还有小马 哦小马 我可以说到天亮啊 嗯 真棒 呃 我想我错过了 我会来找 我会找来看的 绝对啊 相信我绝对 没有问题的 错 他们很酷 对吧 对啊 然后 完全再来 我穿安森茶的 拿来 他把他茶喝了 哦 这爱情愿的茶 我就这样喝掉了 然后 哇 美味啊 松弛啊 然后睡着了 哦 这里要先给他喝 背茶 然后睡着 然后去把这个 彩虹箱拿走 啊 稍微打瞌睡了 希望你不是在盘算 趁我睡着的时候 碰我的小马 我开着对你的好感 有好感的说 做梦也不敢按茶的 那就放心了 是说 要是你还有爱情茶 我还想要啊 爱情 今天肯定不会再给我了 就说他虽然喝了个茶 但是依旧是没有拿到这个东西 那怎么办 我看看 得想办法取 取到这个玩具才行 首先给他喝了杯茶 但是他睡着之后 并没有起来 所以我得想办法去 使用一些其他情况 让他睡着上 把这个码偷出来才行 哈喽 爱情先生 拜托再给我给一杯好吗 好的 请稍等 可以无限续杯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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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拿出来了 又拿到一个 就是一杯不够是吧 人家需要加些剂量才行 好的好的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04 来再给他 胖哥 小胖哥 再来喝一杯 来 我又跟安森先生要了他 太好了 我又来 好 松弛啊 快 希望你不是在盘算 趁我睡着时碰我的小马 哎 这里难道步骤不对吗 哎 啊 查理让我下去 查理说 有事找我 这边的话 我需要找查理重新商量一下 这边的话 现在 这个查是不行的 我这里的话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搞定他 嗯 那这里 这样吧 我们先去找这个 找找找这个 Lisa先商量一下 哈喽 我给查理喝了 艾斯尘的墙 好 好主意 我想那个会让他马上睡着 会啊 但只是很短的时间 这样 说不定有方法可以 效力 让效力强一些 所以说这个地方 是闹鬼还怎样 我只有不强的预感 就带三楼的小胖子 查理就是一个小胖子 也许吧 然后 让这个效力增强一些 哎 等等 强生这个画 画不是之前 做梦当中的画吗 难道 难道凶手这个小哥 说不定有方法 可以让效力的 再强一些 难道要给这茶里面 加点料之类的 Lisa的房间上锁了 看有没有让这个 茶变得更浓郁一些的 然后这样吧 我们去浴室里晃一圈 看一下浴室里面 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 没有 放错大便什么都不行了 那这样吧 我先去找 我先去找查理 先去找查理 贩卖机 但我不饿 贩卖机也不能拿 然后洗衣机 洗衣机 然后这个 这柜里面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吧 没有东西可以拿的 这样吧 我先问查理 查理再要一杯茶 然后想办法 给查理加点料 艾森茶 好的请稍等 好 查先拿着 然后查的话应该要给 袋子 要给查理放点东西的 还行 一楼的左边应该还有个 还有个住户 又是你 怎么这种小鬼老是来找麻烦 你饶了我吧 没完没了 我再来 再来 不行 不行 得想办法 得加点料才行 应该是给查理面放点什么奇怪的合计等等 我们去厨房看看 购物袋 爸爸妈妈的杂货 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厨房里面有没有什么什么东西加件查理可以增加查的效用啊 预示袋看看啊 洗洁精 安眠药 我去 这体定能撂到那个四胖子 希望这个值得吧 然后呢 加了安眠药 茶加安眠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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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在这里 好的好的好的 屎胖子 还不睡着 好的现在就可以去偷那个彩虹小满了 去204 走 然后 开门 不对 204 这里 胖哥 又有一个新鲜的茶哦 我又拿了另一杯啊 我很喜欢那个 但我今天喝不下了 说 我说这你也觉得惊讶是吧 真的 但是它又热又新鲜啊 好吧 不过还是不要太过火 我今天已经喝了有20杯了 你肯定 这个 这是艾迪森先生测试中的新配方案 我已经喝了三杯 比这个以前还有过而 无不及 我甚至 我要试试 快给我 又开始了 好诡异啊 的确更胜一筹 我到底是 它到底是怎么 这边总算是 可以 玩具大熟了 霜 没有有用东西了 老让那个老头鬼的小马收藏品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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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把证物交给探员 那现在赶快去交给那个警察 警察厨应该在四楼 这里应该回来了 好给他 情况怎样啊 长官 嘀咕嘀咕 整天站在这里不腻吗 哼 有凶手的消息吗 要是让我知道你破坏现场证据 最好别让我发现 来来 这 这个 我想我有点发现 你在吵什么小鬼 那个我找到 给我听好 我很忙 你有什么要事跟 那个一楼的探员说 好吧 他不理我 有什么要紧事跟一楼探员说 那就去一楼吧 一楼还有个探员吗 一楼好像是之前那个 老板 就是他 嘿长官 你好 我想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是不是那个叫Larry跟你说了过些什么 我不太能信任有罪犯记录的少年 哦 来 你们想帮忙的话 我是很欣赏的 真的 但除非你们能找到实质证据 不然的话就请别再散布谣言了 我有证据 让看看 这是Charlie的 你是怎样得到的 我在跟邻居打招呼 就是去认识其他人 我在Charlie家跟他聊天 他让我看他的玩具 那也是我发现其中一个游戏机 我想这一定能帮上忙 就用午餐袋把它包了起来 哦 是个训练中的小侦探 不错 我会好好保管的 不过记着 下次你要过来通知我们 而不是以身犯险好吗 好的长官 没问题 诶 然后嘞 团案成功了吗 没有目标了 哦 这里 长官就离开了 这个大楼还可以离开吗 我这离开会怎么样 长官 你怎么站在外面了 说话 做得好笑 你可以休息一下了 还有辆警车 不知道胖子抓住了 说话 我是无辜的 我发誓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我怎么感觉好像这个胖子 不太 不太是 查看 私下无人 于是我从窗后 趴进去看看 What 那实在是相当可怕 况且你还年纪还小 才15岁就目睹了两个精心的场面 这是我们现在的回忆当中 成年的回忆 一定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创伤 对 我想是的 而且多年以后 新证据终于证明 查理是被误判有罪的 对于他做了许多年的冤狱 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不相信不是他做的 对 你是有说过 那Larry呢 他怎么了 我说过 那家伙跟我到高中都是好朋友 高中以后呢 说过多少次了 毕业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络 我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方 似乎每次提起他 你都情绪特别激动 我只是不知道 重复用同一个问题 对事情有什么帮助 你不是来帮助我的吗 我理解你的挫败感 C 真的 我很想帮你 但看来你还有所隐瞒 我不对我 你不对我坦白的话 我是帮不了你的 你知道我是来做什么的吧 知道 哦 这是我们成年之后 再回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 很遗憾 很遗憾 今天的时段就结束了 等等 我 是过于Larry的 抱歉C 你知道他们对时间有多谨慎 请留意下一节再提出你的想法 下星期将是你审判前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审判 希望你会让我帮你 还等一声 呦 我这边又把面具戴上了 我不认为你是杀人凶手赛啊 我这里被关起来了 或许 只有你这么想啊 这里只是一个开端